哇,这里怎么有两个龙的头,乌龟的绳子,龙的爪子在这里啊 这里镇压的是什么?一个石碑把他们压着在 就在武汉的长江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好多人过来游玩了 真的是热闹飞房啊,还有人在眺望远方 这个江的中心呢,怎么出现了一个大的漩涡 这个漩涡下面是什么呢?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边是武汉的武昌区 然后可以看到那边呢,还能看到这边是一个码头 武汉呢,是有两条长江横窗的山镇 分别是汉口,对面的武昌,还有汉阳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超大的漩涡 一个,两个,三个,在这里连成了一条线 这边呢,正在专修 轻轻的天气真不错 阳光明媚的,艳阳高照 体感温度啊,非常清凉 还没有到热的时候 这边的绿化做的非常不错 到处都是绿树成荫 那凉避暑的好地方 大家如果夏天要来武汉避暑 欢迎你们 武汉好像现在也不是火炉了,没有晚年那么热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是汉江 这边是长江 长江的正中间 那里是一座大桥 它是我国首座宫田两庸大桥 上面走汽车,下面走火车 桥底下还有万吨轮度 这个下面呢,可以看到有一根超长的铁链 旁边还有个细细的铁链 锁进长江里面 长江里面到底锁的是什么庞阳大物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有人在这边参观到了 这好像是镇压的啊 两江水斧啊 然后镇压这个里面的一个龙头 其实呢 其实镇压这里面的水怪吧 因为曾经啊,大水间的龙王庙 代表就这里嘛 曾经水位最高的时候啊 就倒过这个我的脚下来 应该比这个还要更高一点 要不然旁边怎么会修这么多的一个防汛墙呢 就是防洪水的嘛 以前我记得很早来武汉的时候 这个水位都倒过脚下来了 现在水啊,是越来越浅了 你们说水都到哪里去了呢 看看这边呢,是地震宏观观测点 是一个石碑 这里呢,还可以检查地震啊 现在的人呢,越来越多了 来到这边游玩的人越来越多了 真的是热闹飞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后轮船过来了 经过这个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地方啊 就仿佛啊 像有一条满蛇 刚刚从这边经过 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超大的漩涡 一条一条的线 其实它并不是满蛇 而是长江水与汉江水交汇之后 冲刷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就形成了一道静位分明的景象 感觉像有一条大祸 大满蛇经过 很多朋友都不要误解了 它并不是满蛇 而是两个江的水的速度不一样 形成了这样的景象 大家这下明白了吗 感谢观看